宋朝入国宫文彦博出任长安当判官的时候 有一天到邦牛宴在建造体验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头牛用人的话说 所以我跟文彦博在官场同事二十年 今天我有什么颜面去见他呢 那么所验的官兵就将这个事情报告文彦博 文公就命令将这只牛牵过来 牛到的时候低着头浮在地上 眼泪像雨一般的流下来 文彦博感叹的说 这个人一生当官都在掠夺官前 就是挪用公款的意思 就是列读官前就是挪用公款 今天才遭遇到这样的报应 因此命令家中管钱的人 租付二十冠钱来补充这只牛的实料 所谓官前就是老百姓纳税供养你的 纳税交给国家的钱 今天变成牛来建筑体验是为了要偿还老百姓 看他这个地方的人应该要好好思考一下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讲的 一世官九世牛 这一世当官呢 那九世要当牛 那火门里面也常常讲一句话 狮子一粒米大鲁西米山 今生不了道披毛带脚环 老和尚也常讲啊 老和尚说如果你切到你托公家的物品 比如说你托那个电汇 或者你托那个水锅盖 反正是公家的东西物品你带回家 那这个就是你不是对你办公室的一个人 偷他的东西 你是对全台北市市民 看你是哪个城市 你说北京你就像北京市市民 你全部都欠他们的钱 所以我以前在当副分机长的时候 我不敢用公家的东西啊 贴纸啊 有些文具呢 我就自己买 除非是批公式的 我就用公家的 我整理佛经的部分 我都用自己买 这个很麻烦啊 所以在公门中呢 这个方面可能要特别留意 这也是官钱 鲁略致富 像我们以前有个长官 他当分局长 他贪得无厌 他为了要 也是要什么 乳类致富啊 也想累积财富啊 那公家都有编预算 要修警车啊 他就叫总务下去做锁脚啊 就做假账啊 那这部车根本没有去修理啊 他就叫总务去把做一个账 说这部警车有去修理 做假账 正报销 然后领公款 做假账 正报销 这个车根本没修理 但是他 叫总务去做假账 那把它正合销 正合销就可以申请 拨预算下来付款嘛 付款他再放在口袋里面 在中保书啦 那最后呢 被人家捡起 那上面检察检察官来查这个案子 最后这个长官呢 后来就自杀啦 最后就自杀啦 那你用掉这些公款呢 我们说出家人 狮子一粒米大如西米山 那今生不了道 皮毛带脚环 那刚才讲文念卜这个同事 跟他相处二十年 他当官了 文念卜说他喜欢拖累官钱 最后变成一坨牛 来做水坝的建造工作 文念卜知道这个人 因为他是这只牛 没有突然间讲人 用人话讲出来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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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